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衣服 这个你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的 终于找到你了 小鬼 我是你爸的朋友 按辈分你得叫我叔叔 是不是有人陷害他 我想回那个家看看 回他们之前生活过的地方 不许去 我怀疑 这件事情跟上官家有关系 姑娘到上官家走六人 那么就是一家人 我带她去换一下衣服 从今天开始 我要搜集证据 找到真相 让他们神之于法 楼上左边是春节的房间 她是我们上官老爷的女儿 右边呢 是初雪小姐的房间 她是我们上官老爷的孙女 三楼你别管 老爷不喜欢别人去那个地方 那里是父亲的房间 看来我要想办法进去看看 有什么心 明白 齐 齐总 你老公就是个禽兽 如果不是东东机灵的话 就被他给包紧 今晚 可是你的机会 干什么 你放开 郭子 我要你照顾我 不是照顾我老公 见你人 长得漂亮就是个祸害 也不知道那丫头现在在干的 你也去见了别的男人 那又怎么样 我用你老公出轨的证据 快点 过一会儿我老婆就要回来了 你想要什么 我要成为这个家里 有话语权的人 谁不知道呢 他就想通过你的联姻 换个家庭地位罢了 你这是在 看什么呢 看月亮 月亮 对了 你是谁啊 你过来干什么 想您了 过来看看 你是来看他的吧 你怎么来了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 你被痴心欺负了 我没什么 都伤成这样了还说没伤 哎哟 云总 云总 好久不见呀 好久没来了 听说直席的脚受伤了就过来看看 云总 你这太客气了 小伤 小伤 你这小丫头 心思还挺多啊 现在又勾带上云总啊 叔叔今天就教教你 我这边没路了 云总 我跟你说 我和我老公非常恩爱 谁也没路了 不快停下座 谁也别想偷我老公 不好好干活 可是会被扣钱的 我 刚刚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这样说会被发现的 咱们不是说好要保持距离的吗 保持距离 这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过 好吧 不过 还是谢谢你 口头感谢都没诚意 你不过来点上官家的项目 大项目 贱人 春运姐 大小姐 怎么了 见你了 今天就要你好看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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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